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锻炼上肢肌肉的方法使用力 握拳和充分生殖 以及活动晚关节 伸去手指等 二 骨骤中期的功能锻炼 伤后三到六周 在此期可以做交纳幅度的关节活动 但不离于骨骤连接和稳定的活动 能受限制 三 骨骤后期的功能锻炼 六周后要通过全面的肌肉关节锻炼 逐步的恢复自己的功能 对于活动能有不同程度障碍的关节和肌肉要继续锻炼 四 骨骤后功能锻炼 必须要循序渐进 功能锻炼活动范围 由小到大 次数 由少到多 活动强度 已经不感到具体程度为准 骨骤的不同时期 不同的治疗方式 不同的损伤程度 采取不同的指导 骨骤早期只要是肌肉的收索锻炼 骨骤的中期在上后三到六周 逐步加大肌肉的收索力度 次数和时间 在医护人员及建设自己的帮助下 增加股质处上级关节的互动 并逐渐转为关节的主动升区互动 逐渐增加互动范围和互动量 骨骤的后期 在上后的七到十周 加强换肢关节的主动互动 并增加关节的互动范围和副动锻炼 全面互动关节 明镜它的逐渐列品和美国相� Geme版栏先生